WE ARE THE PERFECT NO MANA DUGA CURRENT DE CURRENT GOT TURN WE ARE THE PERFECT NO MANA COME FREE WE ARE THE PERFECT 歡迎光臨女神降臨 今天是哪兩位女孩 她們有什麼肌膚困擾呢 她們有機會成為女神嗎 每一次到夏天 肌膚就會紅紅的 然後會長一顆一顆的 因為我很敏感 有九招性的皮膚 然後所以就是每次 只要一到夏天 其實夏天冬天都一樣 但是呢夏天跟冬天有不一樣的困擾 就夏天肌膚更容易泛紅 而且保安品會吃不進去 就像皮膚科醫師說的 我的臉總是在 發炎的狀態 不管化妝又怎麼遮 我的臉都還是一顆一顆 紅紅紅的 近看會很明顯 很可怕 夏天真的太油了 額頭啊 T字部位已經呈現一個那個油光的狀態 明明我才洗完臉 毛孔就會很粗大之外 你看 就是會長一些小小的粉絲 然後再來第二點呢 就是長痘痘了 痘痘真的超煩的 都會留吧 人中 然後我最氣的是我的臉頰 因為T字部位長痘痘 都可以合理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但是我的臉頰 平常是不長痘痘的 然後再來第三點呢 就是 來給大家近距離看一下我的皮膚 你可以看到我的皮膚真的 我真的臉皮很薄 我真是一個臉皮很薄的女子 那你看血管這麼明顯 那臉皮很薄的那個 想當然了自然就是敏感性肌膚 就很容易泛紅這樣子 非常的煩 很紅那就看起來很像是 比較像是偷打完什麼雷射 然後不說 或是畫了國具的臉譜 但是卸不乾淨 好 兩位女孩的心聲我們聽到了 但是他們兩個 一位可以是女孩 另外一位應該也算是 邁入小女人的階段了 好不好 但因為他們兩個的心聲 跟我們其實女神幫的推手們 來幫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是 首先讓我們歡迎凱俊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俊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 關琳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關琳 好 首先現在歡迎我們的小女人 Lolita 妳是嗎 妳是小潔 妳是小潔 對 我剛剛以為是小潔 我剛剛以為是小潔 我是女孩 允潔應該是女孩吧 我們兩個差不多年紀 我們不是童年嗎 妳才童年 誰跟你童年 好可怕了 好啦 反正不管怎麼樣 真正的女孩是允潔 謝謝 我剛剛其實也在想說 到底妳要講的女人 跟女孩是誰 妳們兩個應該還是有一小 階段的差距吧 我們兩個一樣大 沒有 沒有 就會是 但是Lolita因為看起來 身形比較小 所以她看起來比我年輕 好了 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年齡 會遇到的皮膚的狀況 Lolita的臉泛紅得很嚴重 對 而且我跟妳講我以前是不會的 後來 年紀大了 就會了 很奇怪 就開始兩家會常常 我也沒幹嘛 她就是紅紅的 然後這個紅紅的也不可愛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說 妳這樣紅紅的也像 因為我這紅一整片 所以如果沒有化妝的話 人家真的會說 妳去偷打蕾色要做防曬 但我沒有她 就是可能平常只是正常的卸妝 就已經會有一點泛紅 對 然後更不用說 除了現在夏天更容易出油 毛孔出炸 然後長痘痘這些東西 都非常的可怕 那允潔呢 允潔也是泛紅 還有過敏對不對 我跟你講 Lolita妳應該是沒有找到原因 像我找了很久 找了30年 我終於找到我皮膚紅腫的原因 就是剛剛棉被沒有折對不對 沒中 塵蠻 一個塵蠻黑的 很簡單 很簡單就找到問題了 對 我之前真的找不到問題 就是一度懷疑是不是 我家不乾淨 真的 我覺得真的把 妳看妳清暖酒 菜 不是菜單 床單 床單 拿去洗 然後曬完之後 覺得還是不乾淨 看我的床跟那個床乾的 高溫想要殺菌 對 可是後來發現 真的不是不乾淨 是臉有九糟的問題 因為大部分女生就是 之前那個 那個有人說 一天一片面膜就是會變得 漂漂亮亮的 那我當然也是想要 漂漂亮亮 但是敷面膜完蛋 應該不行 對 因為九糟就是吃那個 那個有些面膜裡面的保濕 然後它就會一直吃 它就會長大 長大之後我就完了 妳現在講像恐怖片 對 很可怕 它就飽了是不是 它就飽了 然後會長一顆一顆一顆的 小疹子 小疹子 這個好煩 對 然後我以前 就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就去醫院打類固醇 好 就是一遇到這種狀況 就要去打類固醇 因為我有一次沒有打 我覺得妝就盡量遮盡量遮 可是因為有一顆一顆的之後 妝遮上去 會更明顯 對 然後我有一次去錄 一個製作人就看到我的臉 鬆的跟豬頭一樣 然後一顆一顆的 他說 蔡小潔你知道妳這樣很不敬業嗎 你知道 如果你臉腫成這樣 你就不應該來錄影 不然你就是平常 就應該要保持它的 平整的狀態 平整的狀態 所以呢 我跟妳講 我本來用 幹嘛妳要把衣服拉下來是不是 妳覺得妳很敬業啊 不需要這樣 太多 太多 我跟妳說 為了表達我的敬業 這樣 沒有 剛剛我們攝影大哥累了 我覺得也OK啦 算敬業 它遮住也很輕 沒有 剛剛後來我就想說 我就開始 插類固醇 你知道我插類固醇 我至少插了八年 太久了 沒有 我想說每天晚上薄薄一層 應該沒事吧 因為你就不希望你隔天突然起來 臉腫得跟豬頭一樣 就算去打類固醇也沒有用 然後我就插了八年的類固醇 好 有一天它沒用了 死定了 已經有免疫了 抗藥性了 八年有夠久了 對 然後我就這樣也不能擦類固醇 立刻壓下去了 我那時候大概六個 大概到現在快一年 我的臉上的一些 醫生就叫你不要化妝 有可能嗎 對 所以今天兩位女孩的心聲 我們聽到 所以兩位幕後推手們 如果我們從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來根治這些問題 就是我們不要用很多添加太多的成分 讓你的臉已經沒有辦法負擔的狀態下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們兩個 可以簡單一點回到最原始的狀態 那個其實我們回到這個肌膚日常的護理 有的時候不要這個球快 或者是要去找這個縮短時間的配膚 比如說偶爾硬疾可以 可是你說像剛剛擦藥八年 那累積在體內代謝不掉的一些物質 其實可能滿多的 那它可能就會反噬 也就是說我現在真正發的時候 我用什麼藥都沒有辦法了 對 那所以一般來說 像剛剛允潔有講 那個敷臉可能對我來說 有一些問題 可是其實 日常在舒緩的保養當中 急救的 它的脂質不是不能敷嗎 只是說 你知道嗎 除了成分是一個關鍵 它的調理性如何 因為一般普通的 不就是基礎保濕的嗎 對 如果可以找到 那更好 另外還有一個是 這個布膜也大有學問 你知道有些布膜是會致命的 對 也就是說可能敷上去 反而讓你會搔癢 或者是紅腫 所以這其實都是一些 小小的關鍵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做分享 對 對 但是因為都是敷面膜 所以各位老師 為什麼他們敷完面膜 跟你敷面膜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敷的都是這些面膜 都是 因為很多人都會把面膜當作是 對 你洗完臉之後就立刻敷 敷完拿下來就立刻睡覺 但是面膜 它等於是放大基礎保養品的 精華液的部分 它讓精華液的效果變得更好而已 所以它並不是說 你前面還是要用 你後面還是要用 然後鎖住那些面膜的養分 你這一片面膜 那個10分鐘 20分鐘你敷的 才會有效果 對 它就是放大精華液的步驟而已 所以你前後都還是要做 所以這個有分什麼步驟嗎 其實就是跟你基礎保養一樣 你只是把基礎保養當中 化妝水 精華液的精華液 變成那一片面膜 是 然後後面的乳液或乳霜 也都是要跟著 對 是一樣的 它並沒有改變你任何事情 臉會更乾 如果你後面沒有擦 它會流失 它跟你平常保養一樣 你不用乳液 乳霜 你用了很多精華液 化妝水 這麼多 對 尤其是你還吹冷氣的話 那就白露光了 浪費時間 敷面膜固然重要 但怎麼樣正確地 把面膜敷在臉上拿下來 還可以有很好的保濕的效果 或是可以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我覺得歡迎老師 可以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 老師今天要幫我們介紹 特別厲害的面膜 適合在夏天敷的 就是允潔今天有福了 我要來拯救你的敏弱肌膚 然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產品就是這個 美人秘密 玫瑰水潤禪液面膜 禪液面膜 而且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是 他們的吉祥物對不對 對 很可愛的吉祥物 是粉紅色的 跟玫瑰一樣的顏色 好想要 大家要先記住它的名字 它叫做波咪 波咪 就是取那個產品名稱的 皮歐妮 所以它叫做波咪 非常地可愛 主要是因為品牌一開始 它的研發的產品 是主要針對小孩 口腔保健 後來想說 小孩好 媽媽也要美 所以才研發出 就是媽媽還有敏弱肌膚 也能夠使用的面膜 而且這個面膜 為什麼說允潔今天有福了 這款面膜 這款面膜它其實有五大優勢 除了剛剛的95%之外 它其實是台灣的生衣大廠 所生產的 所以就是品質可以保證 可以安心使用 再來它還有五大國家的 專利技術在裡面 好厲害喔 然後它還有用過 50個國家的膚質來做測試 50個國家 然後最棒的是它還有獲得 台灣的品質金像獎 對 這個是最高的榮譽 中伐經貿協會的最高榮譽 其實如果有得到這個 金像獎的產品 我其實用了我都覺得很棒 對啊 很安心 我知道西西也很愛這款面膜 對 我今天有早上出門 跟昨天晚上都是敷這個面膜 我跟你講 驚艷 片接一片 跟洋芋片一樣 我真的非常驚艷 我跟你講 因為其實廠商有先寄給我五片 然後我大概是前兩天的時候有敷 然後隔天的膚質狀況超好 傻爆眼真心好用喔 我昨天要來錄影 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講 我膚質有多不好嗎 我昨天晚上不敢膚 對啊 因為真的很棒 對 怕膚完之後 沒辦法示範 對不對 膚質太好 好 那我現在就會讓你就是 在大家的面前來 繼續享受這片面膜 好 我要幫你膚你的右邊的臉 那要先測一下保水度 對不對 大概測保水度的同時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在膚的時候 我有被它的面膜質有嚇到 因為就像你看喔 它是一個薄透殘液的纖維 所以你在膚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那個珍珠紙的 打開之前 你先把包裝先揉一揉 讓它的精華液吸收在面膜紙上面 我跟你講一張打開來膚上去 完全服貼 好 來 數字出來了 46 還OK 年輕人嘛 對 你不要嘟嘴 這個數字還不錯 但是我會讓你更好 膚完面膜之後讓你double 好 來 膚上這個面膜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 它薄如殘液的面膜材質 對 對 真的很薄 對 薄如殘液的面膜材質 因為它是殘溼的 我先幫它弄整齊 就是會非常地補貼 很舒服 而且味道 妳先轉過來一點 好 味道 敷上去的感覺會覺得 不會像一般面膜很厚 我先幫妳弄好 再來 好 沒有 老師現在忙不過來 妳稍等它一下 太有膽了嗎 不是 我很驚豔那個感覺 很服氣 而且它那個玫瑰的味道 妳會感覺很像躺在一個 玫瑰花園裡面 然後撕下來就很像那個 有白馬王子經過 然後醒來的那種概念 對 而且敷了之後會更想 談戀愛 然後妳看 像它是 因為它是蠶絲面膜的材質 所以它敷上去之後 它是呈現非常透明 非常透氣 因為允潔 她不能每天敷面膜的原因 就是因為 她可能選擇的面膜 是面膜材質非常地厚 因為妳在敷面膜的時候 它是非常密封的一個空間 所以敏弱性的膚質 妳在邊敷面膜的同時 可能成分也有問題 然後面膜材質太厚不透氣 它就會開始慢慢泛紅 泛紅那個面膜 一拿下來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會起小疹子 會更一樣 好可怕 所以像允潔這種膚質 妳要選擇的面膜 必須要去選擇這種 產液材質的面膜 那我要撕開給大家看 因為剛剛 希希說它沒有那個 對 它沒有那個珍珠膜 仔細看 通常那種蠶絲面膜 你如果沒有襯那個珍珠膜的話 它會一坨像衛生紙一樣 拿出來 但是你看它非常地平整 真的 主要是它裡面 除了蠶絲材質之外 那個植物纖維是來自於 玫瑰花筋的纖維 它真的是把玫瑰 運用到非常地徹底 好薄 真的很薄 對 非常薄都非常地舒服 而且敷起來任何的臉型 都非常地服貼 來 它的材質就是這樣 而且就是說 這是薄透如蠶液的纖維 對不對 而且我現在看鏡頭上面拍我 完全毫無違和感 因為有時候敷面膜 會覺得很嚇人 所以你如果去開油拆油拆 不是 你現在敷一半 還是有一點嚇人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纖維 它是膠織的 所以它是 跟植物纖維是 膠錯去織出來的一片面膜質 所以就是敏感性的膚質 你敷了之後 還是會覺得非常地透氣 另外因為還有一半 我想說蘿莉塔是不是 她剛剛就在炒 她炒著要敷 妳給我 老師妳另外一半給蘿莉塔 蘿莉塔怎麼辦 她敷右臉 我敷左臉 好 來 很冰涼 非常地舒服 真的好冰 很舒服 它這個味道是那種 很高級的SPA的味道 玫瑰精露的那種味道 因為有些玫瑰香的東西 你一聞你就會覺得 這個感覺就是很甜 很化學 它這個是那種很天然 很像在高級SPA館的味道 好 來 為什麼你們大家覺得這個味道 它非常地玫瑰 它裡面就是紮紮實實的 大馬士德玫瑰的精油 它真的是玫瑰的精油在裡面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玫瑰的精華的成分 主要是來自 主要是來自 伊朗的極地高山 這個極地高山的 大馬士德玫瑰的新生花 是非常珍貴的 它平常在蒸餾精油的時候 它上萬片的玫瑰花瓣 它只能蒸餾出 大概5毫升一點點的精油 對 那所以它從這個大馬士德玫瑰的 新生花裡面 所萃取出來的花萃 第一道萃取 裡面本來就擁有滿滿的 大馬士德玫瑰的精油在裡面 那這個精油 它除了芳療有很好的效果之外 在肌膚的保養上 專門針對兩位的膚質 很容易泛紅 很容易會有小疹子 所以像是你夏天曬後 如果泛紅的時候 你回家就是緊急衣膚 因為凱君老師剛剛也有講 面膜是非常好的緊急的保養品 但是你要選對面膜的材質才行 然後其實玫瑰精油 平常我們在芳療的時候 它也是被用來 療癒受創的心靈 所以我覺得好適合 疫情期間 壓力很大的時候來使用 老師 妳是有情傷 是不是要落淚了是不是 就是說到心痛處 而且它有一個好消息就是 玫瑰精油還能夠 提升女性的魅力 增加我們的女性荷爾蒙 尤其是約會的前一天 好重要喔 我們兩個都單身 然後它裡面完全沒有加水 它加的就是 大瑪士格玫瑰的花翠 第一道萃取 然後擁有滿滿的 大瑪士格玫瑰的精油在裡面 所以除了精油之外 還有別的成分對不對 有 其實我敷完面膜之後 我自己覺得 我也很愛跟希希一樣 我敷完面膜之後 其實我感覺它的明亮感 也很明顯 對 因為它裡面還有添加能夠 斷黑 煮黑的熊果素 然後還有就是能夠 讓肌膚提亮 然後有光澤的 然後還有就是 保濕界的玻尿酸 保濕界的天后玻尿酸 它都好需要 對 都是非常需要 但是我覺得它光是玫瑰這個部分 就能夠應付95% 敏弱肌膚的需求 真的好需要 不然你知道我已經 大概半年以上 不敢敷面膜了 對 然後我那天也是抱著 好奇的心態打開 但是真的覺得 好好用 真的 但是我們剛剛這樣敷上去 已經6分鐘了 對 6分鐘 對 它其實是一款 你可以短時就能夠吸收的面膜 這麼快 平常我有時間的話 我大概就是15 20分鐘 也是OK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急忙著出門 或者是 就真的很累了想睡覺 6分鐘 它也能夠達到明顯的保養效果 所以我們現在時間已經差不多 對 6分鐘 我們趕快幫它測一下保水度 看看在短時間之內 到底可不可以讓肌膚喝飽水分 好 我直接把面膜先取下 好 我光是在它旁邊聞到那個 大瑪士格玫瑰金融的味道 就非常地舒服 好香 好香 然後稍微地輕拍之後 它其實6分鐘就已經差不多吸收了 對 會面膜拿下來還滴滴落落 好 來 很舒服 我們來幫你檢測一下 After的部分到哪裡 到底可以成長多少呢 好 我的天啊 93 93創我們節目的新高 提升到93 6分鐘 16到93 你6分鐘可以提升到93 破百了 我自己的經驗是我敷完之後 它完全沒有任何殘留的精華液 表示說它完全真的 對 你也不需要按摩 也不需要怎麼樣 而且明亮感非常地明顯 你會以為你家裡換了燈泡 而且敷完臉就感覺是可以去約會了 對 而且就是允潔我發現 它肌膚真的很容易泛紅 對 尤其是它剛剛激凍之處 它就真的很容易泛紅 對 但是你現在看它左右兩邊的肌膚 有那個潤澤感 然後泛紅的部分也慢慢消失了 對 終於有我可以用的面膜了 終於真的是痛哭流涕 你不要再擦什麼 你知道 類固醇什麼之類的 對 但是那個 現在肌膚的那個 含水的程度已經提高了 對 但是蘿莉塔還有別的部分 需要加強的嗎 好 接下來凱鈞老師 又要幫我們示範 也敷完之後要上妝了對不對 蘿莉塔已經敷了 大概其實不過也就 六 七分鐘的時間 對 差不多六 七分鐘 我們現在就把它接下來 好漂亮喔 給大家看一下 好 肌膚的水潤度 立即就提升 剛剛其實 冠莉老師已經測了保水度 對 我們現在就直接用肉眼來看 敷完之後的膚況如何 當然接下來一定是水潤的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指腹 由下而上 從中間往外的方式 幫助這些 保濕的能量 可以再加強吸收 所以不覺得要再特別洗掉 然後再塗精華液 再塗隔離霜 就可以直接把它推開 讓皮膚吸收之後 塗上隔離霜就可以上妝了 然後建議大家 就像剛剛觀音老師 也有提醒大家 後續的鎖水好重要 所以依照自己的膚質 不管是乳液或者是乳霜 建議加上去可以鎖水 當中的滋養能量 它的續航能力 就會變得更久一點 那麼接著我們就要來上妝了 現在是個大考驗 然後我直接隨手就用 好 蘿伊塔自己的氣墊粉餅 對 不好意思 借我一下 好 我們就來 服務一下 我們在上妝的時候 一樣 忍不住要教大家怎麼化妝 其實很簡單 我們往上看一下 我們都忘記其實你是 很會化妝 對不對 我們以為你只會保養 好 我們往上看 第一筆提醒大家 你在上妝的時候 一定是先放在眼下 因為通常眼下暗沉的機會 比其他區域高一點 對 所以它的休閒能力會比較好 依序才會延展往外 但是神奇的是 我們也可以請導播大哥 幫我們帶一下 你會發現到 一沾上去其實 因為它現在的肌膚環境 極濕潤 也就是非常保濕的狀態 我跟你講你不會化妝的人 然後我們接著 而且它液壓就吃進去 液壓就吃進去了 我們可以再沾取一點粉料 然後在肌膚的邊緣周圍的地方 再做輕輕地補充 蘿莉塔好幸福 真的 而且妝很服貼 是 你會發現到 什麼叫做 然後它會有一種 好像近似梅化妝的感覺 所以像那種 韓劇女主角就是這樣 她們的皮膚都看起來 好好很像梅化妝 我跟妳講 不用像她們 妳自己就是女神 真的 蘿莉塔妮超姐姐姐是來醉了 我們來這個節目是還有一個 心理諮詢的 其實 這個只有短短的 不到一分鐘給大家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 很簡單的裸妝 但是如果你想要加強 它的休暇度 我們就是再加上一點點 比如說紅紅的地方 我們就是做一下補充 這樣就好了 挺鞋動 領一下嘴 妳從女人變女孩了 本來就是女孩 可不可以講話 所以老師 應該說這個美人秘密玫瑰面膜 它到底是添加了什麼技術 它應該有一個專利的技術 讓我們上妝可以這麼服貼 是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其實就是一個 特殊的結構 這個結構是什麼 也就是微脂粒 融合在我們的面膜當中 那麼微脂粒的這個科技 它就是運用到了這個 專利的主動傳導滲透技術 超小的微脂粒的精華 它接觸到肌膚之後 就趕時間的時候 你不會坐公車 你一定是搭飛機或高鐵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剛剛是幾分鐘 6分鐘的時間 你會發現到 那麼在時間趕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用這種 加快的方式 對不對 你會發現到 我真的有上妝需求的時候 它的穩定度會變得非常地好 同時你也會發現到 真的可以幫助你的肌膚 提升極大化的保濕能力 減緩出油的機會 達到很好的油水平衡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 紅紅的蘋果臉也會消退 你會發現到 這個就是我們用對面膜 這個大馬是個玫瑰的品種 長出來是非常漂亮的淡粉紅色 那你要知道它要再 從花苞 花壘 綻放變成花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好可憐 因為它真的整個過程好艱辛 因為它必須要先度過一個 很可怕的 它要先睡著休眠 然後它才 可是就因為在這個嚴苛的環境 它在植物的體內會產生 抵抗低溫的植化素 而這個植化素的催化之下 它會比平地或者是溫室長的玫瑰 花瓣變得更茂密 另外一個是 它會散發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不斷地跟大家分享 好的質量的成分 還真的是面面俱到 它可以達到很好的 身心靈的舒緩 因此不管是壓力 或者是疲勞的肌膚 還是老化的狀況 都可以達到很好的提升跟改善 你就會發現到 真的盼若良人 真的 妳已經敷完 然後也上完妝了 妳有沒有特別覺得 妳的肌膚的左右兩邊 不一樣的感覺 有 我跟你講我覺得這個面膜很厲害 其實我之前有用過 也是這種說是所謂急救面膜 就是說敷完以後立刻上妝 可是我一上妝 妳剛剛老師是直接拿下來 幫我稍微拍一拍 然後就直接上底妝了 可是它完全不會脫屑 而且真的很浮天 因為我現在看我的右邊 就覺得好老 就是左邊變得年輕 但右邊就是很多 很多小細紋 差很多 這個部分我可以馬上就回答妳 因為 跟一般你看到的那種 會起屑的面膜 截然不同的是它真的真材實料 那妳知道為什麼會有一些屑屑 通常都是加了很多高分子膠 就是一種添加劑 所以其實可能不是有保濕的程度 它其實只是讓妳錯誤以為肌膚很有水 但是一上妝就破功了 就眩眩了 對啊 因為我今天出門也是 早上化妝之前 我也是敷了這個面膜 補妝的次數大概第三次而已 因為它其實就會 因為其實我的肌膚裡面 已經喝飽了水了 所以它就不會油脂不平衡 因為喝飽水就更不會處理 因為有時候妳化妝久了 眼下其實大概有時候錄影 錄到第三場 我是必須噴水 一些保濕的水 然後把它推開成爽 因為眼下會有很多小細紋 這個部分都卡在裡面 但妳看我現在都完全沒有小細紋 狀態很好 就是吸飽了水 然後妳也感覺也不用真的 就是我自己在喝水 我的肌膚早上已經喝飽了 所以足夠一整天 抵禦外來的這些不好的因素什麼的 然後我上了妝一整天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來試用看看 陪妳寶貝 陪妳美人秘密 玫瑰水潤彩藝面膜 那小潔呢 我跟你講今天聽完兩位老師講的 我真的覺得 真的 因為我之前就是抱不對 就抱淚光沈 所以抱了長達八年 但是因為我是敏感性肌膚 敏感性肌膚所謂的會泛紅 就是肌膚一直處在發炎的狀態 對 所以如果你不把發炎的狀態 鎮定好的話 其實你不管是用任何的保養品 或者是上妝 你都吃不進去 就很像 就是你的人是人 但皮膚是皮膚 它是 這也太可怕了吧 妝人分開的 我真的遇到過很多這種情況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好好的 看完這一集就知道抱誰的佛腳 真的 所以真的不要再搭普快車了 如果你真的趕時間要保濕的話 我會建議你快速的搭上噴射機 六分鐘就可以讓你很服貼的 有你要的保濕 然後讓你的肌膚喝滿了水 然後你就可以立刻上妝 就可以出門了 我覺得很符合現代人 就是趕時間的這個需求 對 怎麼樣對於你現在的妝還滿意嗎 可以加一個小字了 小女人 小女孩 OK 好啦 再次感謝我們的兩位女神推手們 也謝謝我們的小女人 還有小女孩 來到我們的女神降臨 那我們女神降臨是一個 美妝保養還有時尚穿搭的節目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還要鎖定我們的粉絲團 因為我們不定時會送小禮物 或是辦一些活動 然後會送給你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